台中監獄外一間 受刑人江建立 從台中往北逃 逃亡藏匿27小時後 在板橋車站外落網 台中市警四分局偵查隊長 親自背上抓人 7號晚間 隨車將囚犯押回台中 你為什麼要脫逃 有人接應你嗎 不發異語 但身上的穿著 跟他在監獄外翻牆 脫逃時已經不一樣 他從草叢旁邊步行 到市區 之後他又搭乘計程車 到台中高鐵站 然後就搭高鐵北上 受刑人江建立 4月6號餘駕未歸 台中監獄通報 刑事局發布通緝 轄區僅四分局 也成立專案小組 先掌握他人在桃獄第一天 就抵達新北板橋 7號一大早 出動了將近20名員警北上 在板橋車站周邊 分組調閱監視器 發現他走出了車站後 又走進菜市場 之後人不見了 但員警不放棄 繼續靠電眼追蹤 發現了一名騎車短褲男 而且特徵吻合 立刻以車追人 台中警方也通報 給新北板橋警分局 共同查棄 新北線上遠景巡邏發現 可疑機車 立刻上前藍庭 果然機車後座這名男子 就是全台在找的 外衣間逃犯江建立 但怎麼有一名女子 載他到車站來 他去了台北已經一天了 然後再加上他服裝 看起來有變過了 所以他是不是有人 撥藏人犯 拖逃的受刑人 江建立說他有看到新聞 全台警察都在找他 透露第一天晚上睡在公園 但這部分警方說還要釐清 因為畢竟被捕之前 是一名女子騎車 載他到車站外 現在先把人 押解回台中地檢署 後續還要再追查 是否有人藏匿人犯 TVBS新聞 陳紅依賴 重擾紅彩輪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